我们知道了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外交磋商之后呢 日中双方的官员终于在今天敲定了中日的首脑峰会 与此同时呢 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 今天也在钓鱼台国宾馆 与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局长 谷内郑太郎举行会谈 双方还达成了四点共识 到底这有哪些共识呢 我们下面为您立刻连线 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 请东方来报道最新的情况 东方你好 岳文你好 是 东方我想现在在北京在东京啊 大家都在热烈讨论 即将要召开的中日首脑峰会了 先来跟我们谈谈 今天到底是什么原因 促成了这项重大突破呢 我想美中双方呢 都想促成这次峰会 那么所以说呢 都做出了一些让步 今天呢 是负责中国外交事务的 中国的国务委员杨洁篪 那么今天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 尽管从来中国访问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 古内郑太郎举行的会谈 我们知道日中关系啊 最近跌入了冰点 有的媒体就评论说 在这个埃派克之前呢 这次重要的会谈导致了中日关系的解冻 所以有很深远的意义 日本媒体说 习近平和安倍 那么将在埃派克举行正式会谈 这也是日本首相安倍呢 从8月份以来 一直所要求的 但是中国一直没有松口 日方媒体虽然没有对正式会谈 这个正式两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做出解释 但是很明显 这和中方前一段时间所说的 来的都是客 那么习近平会和所有的客人 握手寒暄这个会谈形式呢 有很大的不同 那么中国媒体报道说 中方之所以答应和日本首相安倍举行会谈 主要是日本承认了 在钓鱼岛局势 紧张局势问题上 存在着不同的主张 英语就是different opinion 那么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呢 那么今天也在日本表示 说日本的立场 立场啊 并没有做出任何的改变 他主要是说 我们日本方面就没有说 尖阁群岛的主权 可以讨论有争议 而是说呢 只是说对安全问题上呢 局势问题上 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那么会谈以后呢 杨洁石也说 中日关系确实最近一段时间 面临着严重困难的局面 那么最近几个月以来呢 在IPAC之前 中日关系进行了多轮挫商 中方呢要求日本呢 能够遵守中日之间的 几个四个重要的文件 那么日本的外务省呢 今天也宣布 日中关系确认遵守四个政治文件 继续发展战略要互惠关系 六位 是那么东方我想 大家也很关注的就是 日中之间很显然 仍然还有分歧的存在 所以这场首脑会谈呢 肯定也会受到许多的关注 也可能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 跟我们谈谈在北京各界的分析人士认为 这次的首脑峰会它可能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进行 那么刚刚除了你说的钓鱼岛问题之外 还有哪些问题可能会困扰这场首脑峰会呢 我想嘛这个习近平和安倍的会谈呢 肯定就不是在非正式的场合下 或者开大会的时候握手了 应该呢是有一个两个人之间啊 那个坐下来的 那么讨论中日的关系 之所以能够有这个突破性的进展呢 主要是啊 是在这个参拜靖国神社和钓鱼岛问题上 中方认为呢 取得了日本方面的一些让步 那么在参拜靖国神社上 中日的四点共识呢 是这样表述的 说双方包括日本和中国呢 都要本着正式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 克服影响两国关系政治障碍 在这方面呢 达成了一些共识 并不是达成了很多的共识 所以呢我们将来还要看 这个日本首相是不是还要参拜靖国神社 是以什么形式参拜靖国神社 那么日中之间最关键的争端 也就是钓鱼岛 尖阁群岛 领土的争端 我刚才也讲过了 双方只是承认近几年来 围绕着钓鱼岛的东海海域 出现的紧张局势 存在不同的主张 那么双方呢都同意 通过这个对话挫商啊 来防止这个局势 进一步的恶化 我看很多那个北京的外媒呢 都 都这个报道了 日中双方要建立危机管控的机制 防止发生不测的这个事态 最后呢双方准备啊 利用多种渠道 然后重启政治外交安全对话 努力的构建这个互信 所以说呢 这次对话和埃派克对中日关系 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 这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 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 那么未来几天呢 东方也将持续的为您报道 来自APEC峰会现场的最新消息 请您锁定美国之音广播 还有电视节目 同样的您也可以登入 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来查询我们的报道 或者发表您的评论 网址是VOACHinese.co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